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C元内存空间中的第三种空间 结构体空间 那么结构体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中 已经讲解到 它实际上是C元的一个关键字 它是把我们的数据类型 或者说前面所讲的基本数据类型 或者是其他构造数据类型 打包的一个什么工具 所以这个打包 其实就是结构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那么在这个打包过程中 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叫字节对齐 就是这个包不是随随便便的打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相当于装行李似的 只要把东西都装进去 就OK一个一个的罗列起来就可以 那么说到这些对齐之前 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要打包这两个数据 一个是称之为charA 一个称之为intB 那么大家来思考一下 这两个字节 就这两个空间 我要打包 按理说是多大呢 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是1加3 1加4 4个应该是总共是5个空间 就可以描述这两个字的边量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实际的看一看代码 看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好 我们随便写一个 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框架里头 我们就这样写 stractor不是打包的吗 我们原来说过打包中打包的包名叫 假如叫ABC 然后ABC里头我们打什么包呢 把打一个比如打一个charA包 然后打一个intB 这样是不是把这两个空间给它形成一种新空间类型 新空间类型 然后新空间类型过后我们来看 我现在就定义一个这样的空间 buffer 然后我们用什么 是用sizeoff去看一看这个空间的大小 不就知道ABC的情况了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说buffer is d 这个地方用l u来打 因为它有些时候是long size 就是un single long size sizeoff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buffer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 没有报错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build运行 这个时候问题有很多 很麻烦了 你看它居然它这个程序看到的buffer的空间大小 分配大小什么的 有些原编辑实际上对buffer分配多少 分配了八个字节 而并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想到的什么 五个字节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字节对齐有关系 字节对齐有关系 那么这个在打包中的字节对齐呢 其实啊 就是说为什么一个是五项 我们按理说存了五个比特 五个字节 但为什么最后出来的是八个字节呢 其最终的目的的考虑 那大家把它记住就是效率 效率 就是由于效率的不同 就为了提高提高我们CPU执行的效率 那么我们往往怎么的是希望怎么的 牺牲一点什么空间 然后来换取时间的什么效率 这个在我们的软件开发中经常利用这样一种思想 就是我们空间换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空间其实比较成本比较低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内存条也是很便宜的 那么我们稍微牺牲一点点空间 然后换取这个时间效率过后呢 用户的体验 那么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值当 对不对 好 那么对于这对齐 那么我们先明确第一个概念就是效率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CPU 这是我们的内存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构造内存的方式 比较节约构造内存方式 我们怎么构造呢 好了 A是一个字节 然后B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是四个字节 那么仅挨在一起 刚好五个字节 满足这个包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包的问题就来了 我这个指针 首先来说指向包的基地指在这儿 然后我要想把包的A变量取出来 是不是就只需要取一个字节就可以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款CPU假设是32位的 32位CPU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 这32位 这32位 我CPU只要一直行 它是不是尽量的要保证 整个数据总线都通满 那这样效率是最高 所以说那么效率最高的访问方式是什么 从这个基地指一次干什么 我读四个字节 我读四个字节 这样是不是刚好能把整个数据总线充满 然后再说里面再说A的取的问题 对吧 但至少这样的话 那这个这是当然第一种 就是一定要效率最高 一定是四个字节读 但四个字节读还没读完 读完过后这个指针变不变 那么我们说指针可以有一个自更新 也说它读下一个字节 因为你这个字节都读完了 你再读下个字节是不是不知道 我再读下个字节 这样是不是效率显得是最高的 对不对 最高的好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 如果我们内存是这样方式来表示的话 你看我们的四个包 如果这个方式来表示的话 是不是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第一个字节没问题 因为第一个字节 即使我把这个地方的三个字节都读到了 但是真正的取到A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进行微运算 然后取出它的什么 第八位 第八位 也就是第一的一个字节不就OK了吗 是不是 好 但是这个取B的时候大家注意 取B的时候我能不能说上一个 我不是取三个字节吗 我能不能拿来用 不行 因为四个字节是不是才能表示三个字节 才能表示一个B 那你三个字节不够 那我再读一次 再读一次 这个指针是不是又从这儿 又读什么 四个字节 对不对 又读四个字节 那这四个字节是把这个一个字节 加其余的空间的三个字节又读出来了 好 那这样的话 那我这次要通过读两次 你这次要读一次 然后这次再读一次 过后 我是不是才能组合生成这个B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略微显得怎么 CPU可能一个是效率 可能会通过读两次再把B读到 第二种 那干脆怎么办 我就把这个基地值 不按照CPU的一个硬件的设计要求 加加加的操作方式 直接怎么 把这个指针是不是又重复值 重复到这儿 然后再读四个字节 也可以 当然指针一旦重复值 就是它的基地值重复值 那么整个CPU的流水线 或等等 从硬件角度来讲 它的效率肯定要稍微差一点 不是说不可以 可以 但是效率上可能差一点 所以为了充分考虑这些 不同CPU之间的一些性能 后来我们的C元编器 那么为了提高效率 它怎么办呢 那我就舍弃一点空间 换这个时间效率 怎么做呢 就这样说 我一个字节放这过后 你不是一次读四个字节吗 那你这个下一个字节是解 下个字节是B 要用四个空间去描述B 那很显然这个空间够不够 这个空间是不够的 对不对 这个空间是不够的 因为你这一次读四个字节 你还剩三个 三个去存B存不了 对不对 所以咋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它空 我们空三个字节 那这样是不是 这四个字节就满足要求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圆圈的下面 是不是又是下一个四个字节 也就是说CPU指向这个地方过后 它下一个读 是不是一定从这个地址来读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CPU的流水指令流水线 就相当于从这个地址上 一个一个的累加起来 就可以操作起来 就不需要什么 不再需要 就是说再进行所谓的调整 调整 所以这样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而结构体打包中 其实默认我们系统中 就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为了提高系统的什么 性能指标 我们需要牺牲一些空间 去换取这个时间 所以说也这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字节对齐 就是我们按照像这个方式 就是按照什么 四个字节对齐 四个字节对齐也就是32比特对齐 这个对齐方式 是大部分系统默认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你要看你编译器的 那个默认值 有些系统可能是八个字节对齐 有的是四个字节对齐 这个要看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Lilas这个GCC版本中 它都是四字节对齐 那四字节对齐 我现在的一个疑问就是 那么我们说这个结构体的sizeoff 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一定是四的倍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它就一定是四的倍数 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先要有一个认识的 一个认识的 好 那么这是第一组 字节对齐的问题 字节对齐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你有了字节对齐这种想法过后 那么我们的第二种怎么的 那么参数定义的顺序出现什么问题呢 比如你看我们现在还是以这个例子为主 比如说这样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A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shoot 想像shoot shoot e 好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的程序 这样的结构体和我们如下的结构体 比如说我们叫mai mai结构体 然后这个mai结构体中呢 还是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空间组合 但是它的组合方式是这个样子 它先定义一个shoot a 没问题 然后又定义了一个inter b 也没问题 但是它把shoot e 放到了下面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定义两个空间 一个是abc空间 一个是mai空间 比如mai空间叫8分1 我们分别看一下 这两个空间的什么 大小区别 或者按理说 按理说打包的内容不是一样的吗 对吧 打包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空间 大小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好这个分号 好看一下 好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同样的内容 但是呢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由于打包的什么 顺序的不同 是不是导致最后这个结构体的什么 总大小不同了 看没有 所以我们先记住这个结论 就是说第一个是打包 打包的话就是为了时间考虑怎么的 那就要对齐 什么对齐 就是一定是4的倍数 对不对 也说最终结构体的大小一定是什么 4的倍数 当然这个是我们也那个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是你要看你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组 第一组是结构体大小一定是4的倍数 然后结构体的什么 结构体里 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的什么 顺序 不一致 不一致 也会怎么影响到它大小 好这是关于结构体的第二组 第二个需要记忆的知识点 那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还是效率 还是效率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Strat A,B,C中 你可以 Strat A,B,C中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你的A A本身是一个字节 没问题 对不对 那么接着往下放 应该是放E了 对不对 那这个E 我到底 那个 站不站位内存 就是让内存给我留点空位 是吧 咱们为了好访问 对不对 好 那就是大家想 A是一个字节 它还剩几个字节 是不是还剩三个字节 那这三个字节 够不够存E 就够不够存SUT呢 我们说是够的 那也就是说 我A取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 把E顺带取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指令的整个 往下走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了解决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 两字节对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反正三个够 三个够怎么办 那我就用第一两位 剩下两位 去表示什么E 表示E 好这不够了吗 对不对 好这个字节完了 接着是不是放B 那B这个一个字节引完了 肯定要放下一个 对不对 下一个是不是刚好是什么 是不是刚好四个字节 那这样总共构造出来 最后这个ABC 是不是就八个字节 看秒 八个字节 好你再看我们这个 这个方式呢就这样 你看A还是放这 但是它呢 是不是还剩三个字节 三个字节 但三个字节 够不够放B呢 我们说 放不了 放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怎么办 只有舍弃这三个 然后怎么的 因为为了有相应的E 那么你怎么 自己又分配一个字节 好 然后接着那又有shortE E怎么办 E是两个字节没关系 那我们就分配什么 分配两个 但刚才我们说了 结构体最终的效果是什么 是4的倍数 或者说按照默认指 是4的倍数 对不对 那这个4的倍数怎么办 我这个结构体 就这样了吗 不行 因为这样的话 你再定义其他变量 是不是对它们来说 也是不合不合法的 对不对 或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时候结构体 还会怎么的 在最后的两个位置上 站位 站位 通过这样的站位过后 是不是构成了一定构成 4的倍数的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 最终被迈去使用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是我们结构体中 比较常用 或者说比较那个 就是经常定义方式 定义方式应该是 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 啊哈 好 好